网红八字刘海 修饰脸型追传我 自己在家就能剪 哈喽哈喽朋友们 今天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的这样子的刘海 它们到底是怎么剪的 然后怎么卷的 一个保姆级矫程 刚刚洗了个头 正好想跟你们一起来试一下我的新玩具 这个算是一个洗完头快速出门的神器 就这样直接加出湿的头发往下拉 它是一边吹干头发 一边还可以帮你做这种拉直的效果 用它这个弄完的头发 是超级顺 哇妈呀 直接帮你省掉一个做直发造型的时间 你们可以看我的刘海已经长到这么长了 我们先来给刘海分块 我这次不想要让刘海太厚重 那你们呢就可以换这个三指的宽度 到我的话就是差不多两指多 然后从这里这样子给它换一个三角形 鞋少的话就这样继续往后面 带一点点出来 大概就是这么多头发 再把这部分头发呢分成左右两份 先拎起右边这一分 尽量就是给它这样子松散的搭在一个直截上面 然后把手指竖起来 往这边拉 我先拉到颧骨这里 再拿出剪刀 竖着沿着我们的直截 给它剪掉 然后再横过来 这样子竖着 给它剪一点点修剪自然 然后这一份呢 是拉到这边差不多下横的位置 一样剪掉 最后再这样把它拎在一起 稍微按着这个坡度 修剪衔接一下 这边呢也是一样 其实有的时候做造型 会有一种小的毛毛 都搭在上面嘛 所以这一根就会这样子 搭到我的鼻腱的位置 斜着给它修剪衔 冰桃发给它这样卷卷 拉到下颌对齐 一点一点的这样往下剪 最后再剪一下山羊角这里 把头发撸起来 然后从这里这样用手 给它勾出来一些小头发 勾到你感觉这块山羊角的地方 已经被遮起来的程度 OK 一定做了 然后拉着这一片小头发 这样斜着 一丢一丢一丢 你觉得往下挪一遍挪一遍剪 这样就剪好了 这片头发的作用 就是你怎么撩头发 它都会这样往往往挡住你 凸的一条 刚才没有露射 再给你们重新露一遍 说好看的流海螺卷 拉住我们的流海 纸板夹横着插进来 拉住头往前画一个半圆 再往后拉 它就会出来一个 这样子的S紧红度 如果想要自然感的话呢 你就再紧拿这家板 往下顺两下 快速的戴一下 出来的效果就是这种 这边也是一样 画半圆往后拉 流海绝好 再把我们氛围感的一出 往摸给就搞出了 OK 那这个流海绝卡 订阅是不是超级简单 真的是毫无保佑了 赶紧呢 可以祝自己在家试试吧 下次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